这次9号一选举民进党惨败 蔡英文表示要反省 我们必须体认执政必须更续心以对 结果却又是念完稿就闪人 700多天了却依旧不愿意接受媒体提问 民进党最大的败笔 还有一个就是放任网军攻击 就算被爆料也不打算收手 民进党秘书长林喜耀则说 侧义不是民进党的主要成员 不必把责任往侧义当道具推卸 丝毫不打算理会人民对绿营侧义反感的意见 甚至还有粉砖带头检讨选民 表示太高估台北和新竹市民的素质 难道选民进党就是高尚有学问吗 那先前民进党平时做决策 就时时刻刻想到人民 不要只会选钱财大撒币乱承诺 自己做出二职的行为 还要人民全部买单 看来是我们小看民进党忽视人民的程度 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在选后也点出问题 就是让黑道进入决策核心 与民进党和陈时中的选战主轴 反黑金相互矛盾 这样的说法引起民进党围剿 殷稀操盘手洪耀福怒骂他才是民进党的败类 仿佛只要骂得够凶 问题就不存在一样 这次大选的结果 表现了蔡英文和苏贞昌的傲慢 完全不得民心 蔡英文辞去党主席 但只是对党内交代的政治动作 苏贞昌不下台 难道就能给社会大众交代吗 选民已经要投票给民进党重重的一击 告诉他们心中无人民 就将被人民所托弃 然而事后的检讨却是毫不改正 甚至检讨到人民头上 那么下一次选举 就会受到人民更严峻的制裁